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吧 今天我在WhatsApp当中给客户们群发了五只股票评论 其中三只是蓝筹股 另外两只是Penny Stocks 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来随便说说 OK 用我的技术分析助力您的投资交易 欢迎观看本期杭哥新加坡每日股评讯息 我是杭哥新加坡会立正确的股票经济 今天是2023年3月3号星期五 海峡时报指数SDI微跌0.09% 收盘在3232点 短线还是跌势 看接下来能否获得支撑 长线趋势我个人认为还是在上涨的一个方向 各股方面我今天给客户们群发了五只股票 它们分别是杨子江shipbuilding Sandora Shipping Olam Group 杨子江反弹修和CVMAC 第一只Olam Group 从突表中看 今天一注晴天反弹动能强劲 分析这只股票我们分几个步骤 首先是看趋势 股价在我的绿色丝带之上 长期趋势为上涨 得一分 其次股价反弹突破了近期的阻力点 一块六毛三 那伴随着很大的交易量 说明反弹动能强劲 再得一分 然后在我的系统中 今天出现了入场点信号 又得了一分 所以Olam这只股票呢 总共得三分 那三分的股票表现是很不错的 从图表上看 当前支撑点位还在一块五毛五左右 接下来还可以继续的观看 第二只股票CVMAC 从图表上看 股价在我的绿色丝带之上得一分 今天突破0.670的阻力点 伴随着巨大的交易量 再得一分 今天出现了我的入场点信号 又得一分 所以这只股票也是一只三分的股票 我盘中给客户们群发的时候啊 当时的股价在0.690 最后收盘的时候就已经到了0.705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客户们收到的信息 会比只看我视频的观众要来的更早 也更有优势的地方 本视频时长有限 所以今天的视频 我就讲这五只股票中的两只 如果您想了解其他三只股票的看法 可以私信联系我 最好是在我这边开一个股票账号 这样我以后群发什么信息 您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不会错过行情 最重要是免费的 Why not 为什么不呢 好了 今天就讲这么多股票 如果您喜欢我的分享 希望您能帮我点赞收藏和转发 这个频道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要开股票账号 并想收到我的第一手的股票提醒 欢迎WhatsApp 或者通过YouTube视频下方的链接 填写Google Form 联系我 这个链接在我的TikTok 个人主页也能找到 关注韩哥 韩哥新加坡 每日股票用我的技术分析 助力您的投资交易 咱们下期见 拜拜